有些人以为如果他们信了一个宗教 自己就是东人一等 在耶稣的时代 很多人相信他们自己就是被天主耿船的人 现在耶稣就是会远到被天主拒绝 在以前这些事会附生在教会里面 而现在都会在我们中间附生 有人为了回应一条问题 但是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耶稣请我们进入这一道责战 耶稣很肯定或者放映 是为止有很少人可以得救 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得到救赛 耶稣的维度这个世界 将天主的爱和自由带给所有的人 不是只是给某一个人 望一帮人民 望一个国家或者种族 如果每人可以肯定自己得到保证 为什么我们还要保证着祂呢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保证着祂ulo 在星期日 帮其他人 享受假期 和朋友去玩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要反省 祷祷呢 就算我们 做到这些事 都没有人 可以说 他会得到 其实 这套团体的服飾 由开始 直到现在 就是第一个 我给全世界 天主的神识 分享天主的爱 而且希望 很多人会 回应这个 关于生命的神识 为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们记得他的生命 我们是 独立 还是 和其他人一切 都是要向他学真理 公意 我和 互相 支持的人 宣告 都要向天主 都要向天主 和其他人 保持 亲密 户外的关态 耶稣说过 如果你们之间 彼此相亲相望 圣人 因此就可认出 你们是我的御徒 给耶稣基督指挥 和亲身 对我和其他人 是得到的必要条件 究竟有几多人 会得到 无人知 但是肯定的是 天主愿意 很多人可以得到 救赎 而这件事 不是由我们去 目准 耶稣说 你们要努力 用宅门 而入 因为将来 有许多人 要想入去 而入 那里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 总监 就是 爱 在多麽多情書裏面 善果錄廣播 愛是行人的 愛是全場的 愛不知道 不誇張 不賤大 不作寶貴的事 寶禮的事 不及記憶 不道路 不逃無惡事 不以不言為樂 竟與真理同樂 凡是奧勇 凡是相信 凡是恨禍 凡是隱瞞 這件事 每個人都想做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他們覺得愛是不知困難 所以感受了 拒絕 他們寧願 行一條寬一點的路 一條手寒 願行 妒忌 寬受的路 如果我們不懂得愛 做清楚的生活 就完全沒有意思 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認識元素 但是 他真心的愛 關心身邊的人 和其他人分享 為其他人而生活 就好像耶穌一樣 因為 今天耶穌 到最後 到最後 看的 會認同他 所以 耶穌說 有最後的 將成為最先的 又有最先的 將成為最好的 是嗎